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香港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围港夜色、灯光交织的海港乐章 二、蓝屋群落、历史建筑的文化对话 三、迈里浩静、徒步旅人的自然探索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围港夜色、灯光交织的海港乐章 各位亲爱的夜游爱好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索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这个被灯光装扮得像是一位准备出席舞会的贵妇,每到夜晚便站放出迷人的光彩 首先,我们的承认,围港的夜色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这是一场由无数建筑物上的霓虹灯、LED灯、投射灯共同编织的光影交响曲 每一栋摩天、大楼都像是一位乐手,用自己的灯光节奏餐与这场是绝盛宴 想象一下,夜幕低垂,围港的海面就像是一位巨大的镜子 将天际线上的万家灯火反射、折射、交织,创造出一幅动人的画面 这不仅仅是一场光影的盛宴,更是一场视觉的饗宴 每当夜晚来临,这里就变成了摄影师和浪漫主义者的天堂 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每晚八十的幻彩俑相将灯光音乐会演 这可不仅仅是一场灯光秀 这是一场由超过四十栋建筑物共同参与的灯光交响了 灯光随著音乐起舞 海面上的波光灵灵与之呼应让人不禁感叹 这不就是现代都市版的星光灿烂吗 当然,这场灯光秀也有它的小插曲 比如说,有时候你会发现某栋大楼的灯光似乎跟不上节奏 像是一位在舞会上踩到自己裙摆的舞者稍显尴尬 或者是某个角落的灯光突然熄灭 好似乐队中的小提琴弦断了一样 让整场表演顿时失去了一份和谐 但这些小瑕疵并不影响为港夜色的总体魅力 每一次的灯光秀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是香港这座城市一样 充满活力,变化多端,而又不失其独特的魅力 最后,如果你有机会清零为多利亚港 不妨乘坐一次星光大道的渡轮 让自己沉浸在这场灯光交织的海港乐章中 当你在波光灵灵的海面上穿梭 感受住威风轻浮 那一刻,你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而这,正是为港夜色最动人的乐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蓝屋群落,历史建筑的文化对话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充满色彩 故事和文化对话的地方 香港的蓝屋群落 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建筑群 它更像是一个时光机器 让我们可以一窥香港社区的过去与现在 首先,让我们来点基本知识 蓝屋群落位于香港岛的湾仔区 包括了蓝屋,黄屋和橙屋三栋建筑 这些建筑最初是在1920年代建造的 当时它们可不是为了成为 Instagram上的打卡热点而设计的欧 它们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 反映了当时香港社会的多元文化 蓝屋这个名字来得很直接 因为它的外墙是蓝色的 但你知道吗 它原本不是蓝色的 它的蓝色外墙是在1990年代 一次维修时随意选择的 这就像是你去理发店 本来只想修修边 结果走出来变成了时尚达人一样的意外之戏 这些建筑不仅仅是一堆老房子 它们见证了香港从一个小渔村 变成国际大都会的转变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传统的中医店 乐剧团体 甚至是香港最早的康复学校之一 想象一下 布罗斯利可能在这里连国旋风腿 这里的每块砖每片瓦 都可能有猪武侠小说般的故事 但蓝屋群落的真正魅力 在于它的社区精神 在这个被摩天大楼包围的小角落里 居民和商家共同努力保护这片历史遗产 2010年 蓝屋群落开始了一个创新的以防养房计划 将一部分房屋用于商业活动 以此来自助整个建筑群的维护 这就像是让老房子自己打工赚钱养自己 这种自己自足的方式 在历史建筑保护领域可是相当前卫的 总之 蓝屋群落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它还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 一个文化的交流场所 一个故事和记忆的宝库 下次当你走进这些色彩斑斓的建筑时 不妨想想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 工作 欢笑和哭泣的人们 以及那些在这些墙壁间交织的无数故事 毕竟 每一块砖瓦都可能有着自己的微博或脸书 只是他们用的是时间的语言 而我们正是那些幸运的听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脉力耗尽 徒步旅人的自然探索 各位亲爱的徒步旅人 自然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来到这里的城市居民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条 蜿蜒于香港的长距离途步路线 麦里浩径 这条径是以香港第一位港度麦里浩的名字命名的 不过别担心 走这条路 不需要你有任何统治能力 只需要一双坚固的鞋子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麦里浩径全长约100公里 分为四个区段 共有十条小径 从香港的东部一直蜿蜒到西部 这条径线不仅是香港的一条经典远足路线 也是一个自然探索的绝佳机会 当你踏上这条近时 你会发现自己不仅是在走路 更是在穿越时间 见证地球的历史和生物的演化 首先 我们来到了第一段 这里有一片古老的火山岩 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 好像在等待有人来解开它们存在的秘密 当你在这些岩石上行走时 不妨想象一下 数百万年前这里的火山是如何咆哮 如何塑造了今天你所现的风景 接着 当你进入第二段 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绿色迷宫 这里的植被茂密 隔中其花一草蒸汽豆艳 而你 就像是一个现代版的印第安娜 穷斯 探索住这片神秘的绿色世界 不过 记得带上足够的水和食物 否则你可能会成为这片森林的永久居民 当你勇敢地通过了第三段的崎岖山路 你会来到第四段 这里有著壮观的海岸线和令人屏息的海景 海浪拍打住岩石好像在为你的道来鼓掌 这里的每一步都是对大自然力量的赞歌 每一次呼吸都是对海洋无限宽广的感慨 最后 当你完成了这场自然探索的旅程 你不仅会对香港的自然美景有了深刻的认识 也会对自己的体能和意志力有了全新的评价 脉力耗尽不仅是一条路线 它是一个挑战 一个冒险 一个关于自然 历史和人类精神的故事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准备好了迎接这场冒险 那就穿上你的徒步鞋 戴上你的背包 让我们一起在麦里耗尽上 寻找那些隐藏在每一个转角 每一片叶子背后的故事吧 只是别忘了 回来的时候带点幽默感 因为你可能需要向你的脚解释 为什么要让他们走着魔远的路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蓝屋群落和麦里耗尽 这三个地方分别代表着香港城市的繁华 历史的回忆和大自然的美景 维多利亚港的夜色灯光交织 让人如诗如画 每晚的灯光秀更是一场视觉盛宴 这里的灯光不仅是建筑物的装饰 更是香港城市的灵魂和精神寄托 无论你是摄影爱好者还是浪漫主义者 维多利亚港的夜景都绝对不容错过 蓝屋群落则是香港历史的见证 这里的建筑和社区精神 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流转和文化的交流 在这里 你可以一窥香港社会的多元性和变迁 每一块砖瓦都有着故事和回忆 保护这片历史遗产的努力 更是让这个地方充满了活力和魅力 而麦里耗尽则是一个自然探索的绝佳机会 这条境线带领你穿越香港的大自然 见证地球的历史和生物的演化 徒步旅行不仅是对身体的挑战 更是对大自然力量的赞割和对自己意志力的考验 这段旅程将让你对香港的自然美景有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也让你对自己有了新的评价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无论你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游爱好者 蓝屋群落的历史爱好者 还是麦里耗尽的徒步旅人 我们都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对这些地方的看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